今天我们来学习这款波浪纹 它们也叫凤尾花 这波浪纹呢 十八针艺术花 这里的艺术花是十八针 然后四行 重复编织 网上编织 就成为一款这样的一个波浪纹编织 你从时间不用撕下摆编 而且起花 从下面网上起花 这里就会成为一个很漂亮的编 它是有搂空感的 花形是有搂空感的 加深的位置是你搂空 这里是减深的位置 下面我们来讲解这个花形的编织方法 这花形你学会以后 就我的属业里面记看 毛衣的神品教程 毛衣神品教程 你学会一款以后 你可以折很多种毛衣 好 现在我们开始起针 两个棒针一起起针 这样第一行我们会松一些 先不要拉紧 适量放松 大家想学习其他的起针方法 到我的属业里面记看 里面有很多款的花形 大楼纹 松楼纹的起针方法都有的 往下起针 起到你想要的生素 这里是18针一属花 我们起两属花来学习 好 现在我们起针好以后 我们把帮针收下来 好 现在看我们第一行就比较松 好 编织 好 第一行的编织方法 我们省行 起好针以后 我们省行丝下针 这也是一个基础编织的手法 整行这样织下针 第一行就是正面 花样的正面行 好 整行这样织过来 大家把它完成 好 第一行织好以后 第二行 第二行编织我们一样的 是省行 在反面织省行下针 如果你是捐起来 就是形环针 或者四根棒针织的话 第二行你要和丝上针 我这里是片织 第二行我丝下针 大家要把仔细把视频看完 看不懂一遍 看两遍 要不然很多粉丝都会问我 我捐织应该怎么织 片织怎么织 这里我编织教程都有讲解的 好 第二行 我们整行织下针 把它全部织完 好 到第三行 第三行我们在这里要织 反针 第三行在反面 我们织反针 如果你捐织的话 第三行你要织下针 好 一样的 剩行这样把它全部编织完成 第四行 好 再剩顺面 顺面我们开始来 撕花形 镂空花形 好 先把边针是一个下针 边针不算花形针 现在我们两针合并 好 下来两针合并 顺值这样合并 要合并下针 这里要合并 六针合并为三针 好 一 二 三 合并好以后 把线绕过来 我们要加针 加一 四 两 四 三 四 四 四 五 四 六 四 好 就等于我们每一针都要加针 这里加六针 好 加六针以后 这里我们要合并 两针合并 要合并三 四 一 四 两 四 三 四 好 这里我们合并了 三 四 就是减掉了三针 这里合并三 四 减掉三针 中间我们加了六针 就等于伸数没变 它是一样的 伸数啊 你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八是一属花 好 我们放个记号扣 第一属花我们就织好了 就排好了 第二属花 第二属花我们用一样的方法 先合并三 四 两针两针的合并 合并三 四 好 一次 第二 四 再合并 第二 四 好 第三 四 现在我们合并了三针 然后我们中间这里要加六针 你看 加一针 两针 三针 四针 五针 六针 好 加好六针 这里在两针两针的合并 合并三 四 一 四 两 四 三 四 好 第二属花 我们合并好了 好 像两属花 我们都织好了 往下编织 你看我们现在往下编织 四行一属花 现在第四行织好了 也就是第一排花 我们织好了第二排花 我们又找到第一行的循环点 是审行的下针 好 这里边针不用支 审行下针 好 这里加针也是审下针 这一行我不是过多的讲解 都要把它完成 如果你是捐织的话 这一行你是审行上针 因为我这里是片支 我在反面 我就私下针 好 大家把它完成 好 第二行花的第一排 我们织好了第二行 也就是第二排编织方法 私下针 如果你是捐织 如果你是捐织 这一行你在正面 你要你是私下针 捐织也是私下针 这里是正面 这一行是正面 第二行是正面 现在我讲解的是第一 第二排花的编织方法 好 这里整行都是私下针 大家把它完成 全部编织 到第三行 第三行反面 我们私上针 如果你是捐织的话 你私下针 我这里是片支 我是上针 好 这里大家把它省行 这样编织完成 好 到第四行 第四行和我们的 塞行又是一样的 收生的方法 减织和加织的方法 我已经讲解两次了 大家仔细看 好 一样的 两针合并 两针合并 我们要合并三次 合并三次 我们就剪掉了三针 好 合并三次以后 把线织绕过来 每一针下针这里 加一次 一针 两针 三针 四针 五针 好 六针 好 六针以后 我们这里再合并三次 每两针两针合并 你看我们这组画 一共合并了六四 剪了六针 然后中间加六针 它的针数不多不少 一样了 是刚刚好 如果你到这里 你剪针 你剪多了或者少了的话 就是你这里加针没加对 这里要加六针 好 下一组花 这里记号扣 我们是两组花 我们有经验以后 记号扣你可以不要了 第一组花剪了三针 第二组花继续开始的时候 一样的也是 三针合并 再来三针 两针合并 是两针合并 合并三次 好 第三次合并好以后 把线绕过来 一针 两针 三针 四针 五针 六针 好 加好六针以后 这边两针 两针的合并 合并三次 好 这样我们两行花都编织了 也就讲解了两次花形 往上编织 你看 现在它的波浪纹 已经开始升行了 这个凤尾花 已经开始升行 而且这里加针是镂空的 大家继续往下编织 还有不懂的 在我评论机上面留言 当你大面积编织以后 花形就是这样的一个花形 非常的漂亮 大家把你学织的 这款花形的样子 把它拍在评论机里面 大家一起来学习 是这个很简单的花纹编织 现在把它拍在评论机里面 我可以评论再评论机里面